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期呢 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因为随着大家知道4844升级以后 会有一个新的Blob的概念在以太坊上使用 那么我们可能也推断出 这也可能是未来存储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播放头上也提了一个叫Sub-DA的一个方案 在上一次的Sub-Zero上呢 也在那个林佳文博士演讲后 有一个我们的Sension 那么向大家推出了这个Sub-Zero的一个方案 那也收到了一些小伙伴的一些支持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面可以具体再分享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这个Tensy的这个Christine 然后我目前在Tensy主要就是负责生态发展方面的工作内容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Tensy Tensy呢它是一个应用链的一个基础设施协议 然后Tensy的主要这个协议的主要的目的呢 能够就是能够让大家快速的去发起 快速也就是十分钟之内 发起一条自己的一个应用链 然后也是这个平行链 然后Tensy它这块呢 主要有两个模块化的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应用链的一个框架 然后它就等于是像现在可以理解成 可能像现在开发网页 像Wix上面的一个模板 然后我们可以迅速的搭一条 就是以这个Moonbeam为一个框架的一个EVM链 或者是一个典型的一个substrate链 然后第二个模块化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节点 那熟悉博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在平行链到这个中间链之间 其实是每一个平行链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收集者的 然后Tensy这个协议能做到的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部署的这些平行链 或者应用链呢 能够去共享就是Tensy的这个收集者 然后这样他们就自己不需要去部署自己的这个节点 这样就大量就大量的一个减少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内容 以及部署一条自己的平行链 需要使用的这个资金 然后我们大概去年九月份 就是测试网已经上线了 然后今年主网可能准备 今年下线的时候会上线 然后自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波卡它的本身开发者的门槛 其实都挺高的 像熟悉就是过去这些像比如说 Moonbeam 卡拉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些链 可能他们都花 开发可能都花了可能超过12个月的时间 但是最近就是从我们测试网 就是说发布以后 我们测试网差不多已经 有差不多500多个开发者 都已经部署了调自己的链 也就是500多条链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的目的呢 也就是说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开发者 能够降低就是说这个波卡本身的一个 这个开发者的一个进入的门槛 然后让这个波卡能够被大家更多的去使用 我就先讲这些了 谢谢 OK 大家好 我是Viral Network的开发者工程师航标 然后Viral Network是一条基于substrate构建的 高性能的layer1公链 然后主大的特性是webassembly的智能合约引擎 支持异步消息以及消息的并行处理 然后我们这个链比较适合去构建一些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应用 比如说全链上游戏以及DeFi等等 那么我们目前比较活跃的地区是在拉美 我们在拉美地区有比较活跃的这个开发者社区 我们也在中国地区也在举行就是丰富的这个线上的开发者的课程 就是这些 我直接介绍是吗 对 不好意思 我是没有进入开发的状态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不懂开发的Dota社区 Dota社区其实大家可能有的在博卡也知道了 应该是博卡上第一个推出的名门项目 可能也是目前来讲主动拥有用户最多的一个 最近的比较柔的项目吧 不是背后空头的 Dota是一个 我觉得今天我可能更多的在一个开发者之外的角度去看这个话题 也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最 对这个生态最深体会的这样一个圈子吧 就是我们在其实刚才Tensi讲了 有可能后边的发展如何去降低开发的一个门槛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如何降低用户的门槛 我们昨天教了一晚上大家如何从博卡的Relation去转到AssetHub 再叫做从AssetHub转到Hydra去做交易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降低用户的门槛了 如果用户没有更多的更低的门槛可以方便地进来的话 那可能Dapp的这个爆发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下 我已经特别想知道我们整个生态和开发的一个节奏和计划 在这块可能会对用户层有怎样的支持 那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态的项目 如果想要去和这个拥有比较大流量的 尤其是新流量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Dota的生态合作的话 我们可以多多合作起来 Dota其实整个有26000多个holder在三天之内 到现在呢依然也有24000多个左右 其中的21000个都是完全的新人 从来没有买过博卡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多就是教大家如何使用整个生态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这个Dapp的这个作用确实是 可以让这个用户 这个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那Polkadot的底层设施是降低开发者的使用门槛 可以让开发者可以专心地去思考 如何去很好的开发Dapp 然后怎么样让Dapp让用户更好用 那Polkadot的2.0也是在这方面一直在做这个巨大的改变 推出了2.0上线了call time 就是为了降低开发者的开发门槛 然后并且在前段时间的subzero大会上 也提出了jam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基础设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先来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各位嘉宾可以大胆预测一下 就是Dapp这个Polkadot生态的Dapp发展将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大胆地说一下自己的预测和期待 先从Steve开始吧 谢谢 要不我们可以先从强哥开始 没关系 我开始也可以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太坊现在是非常繁荣的神态 那么以太坊上最繁荣的应该还是Defi 那么有一段时间NFT啊元宇宙也比较繁荣 那现在NFT元宇宙已经不谈了 主要还是Defi 那么你如果讲Polkadot会繁荣的话 那么它会不会在Defi上呢 那么目前看Polkadot的繁荣肯定不在 应该不在Defi上 对吧 那会在栏里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Polkadot走过来 其实也是有一些时间了 但是在之前呢 我感觉啊 包括这次在曼谷的这个Subserio大会 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圈层还是比较小的 Subserio呢每次开会呢就是这些欧洲人 那么如果过去看的话就发现 那个来自欧洲的这个开发者呢 占了70%左右 然后20%呢可能是Great China的 讲中文的这些小伙伴 那么泰国本地小伙伴呢 可能就一个到两个 而且也不是开发的 所以它整个Polkadot的 原先的门槛其实有点高 所以很多外界人看Polkadot呢 就好像你们这群人在里面弄 然后这个东西门槛有点高 都不想进来 那么那不管是技术上门槛 还是那个经济上的门槛 因为平行链卡套拍卖 大家都知道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在特别是Kotan和Jam之后呢 它更加有利于这些 Independence的这些开发者 能够做一些业务上的应用 能够加入进来 来繁荣这个生态 这个生态可能不是以 以DeFi为导向呢 更加多的呢可能是以这种业务和业务场景为导向的这种 这种 这种应用会多一点 类似一些 类似一些 可能啊是CK的一些验证啊 或者是签名啊 或者是一些 此类型的一些应用 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就是 未来对这个Dev的一个预测 对吗 对对对 或者是您个人有什么期待 期待 期待倒是很多 我觉得就是TENSEE因为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项目嘛 就是我们这边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就是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我们生态可能超过50%以上 其实都是波卡生态以外 然后就新进入波卡的一些项目 然后他们也很多的就是 也是不是非常懂subtrade的 都是EVM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东西 就未来对EVM的一个包容性会越来越多 然后再来呢就是 像很多的这种平行链的这个开发的话 其实能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 一些比如说可能背景比较 雄厚资金比较雄厚的一些这个项目方 在曾经波卡1.0的时候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百分之 我们生态里面90%都是seed或者是pre-seed 早期的非常项目 然后他们自己也在部署一条自己应用链了 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未来的话 这些很多很多的应用链 他们不再是就是专属于很成熟的一个像DEP项目 其实很多那种很早期的项目 他们也已经开始就是 就是一来就准备就是去部署一条自己的一个应用链 所以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未来 随着就是agile core time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种插槽模式变成这种 就是一个按区块去出售区块的一个模式 以及加上GM chain就是既可以支持这种平行链 也可以支持这个智能合约 可能我感觉到 我个人感觉到是说就是这个链 就是合约之间的应用的这个界线呢 会就是越来越模糊 因为之前大家看到波卡可能是觉得它是一个 像Cosmos一样它是一个专属于链的一个生态 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 我觉得这一块可能就是大家的认知应该会慢慢去改变 然后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具有链的性能的智能合约的应用的生态 然后Tensi在这个就是这个转型里面呢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能够作为就是当一个可能一个智能合约开发者 他准备去使用core time 或者使用一些想去使用 直接就是用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去运用到这个 block space 或者core time 的时候 那Tensi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自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执行层 能够就是说不用太去纠结那种底层的很多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内容 然后能够很快地去使用到一个core time 然后当然了还有就是很多的 比如说可以同时去加一些core 或者用一小部分core 那这个我觉得在很多的整个资金 就是开发者的资金上面的运用呢 应该也会更有效一些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的期待的话 应该就是未来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特别不同 特别有意思 然后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应用 然后也希望就是刚才多人哥说的 就是说也希望就是说因为通过这些发展的话 对于用户这边的体验来说 就是也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 像Dota这样的一个项目 以及社区以及就是能够 然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就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吧 好 好 明白 OK 首先我从这个博卡2.0的一个比较让我兴奋的一个特性说吧 就是他说他将支持更加通用的workload的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以后可能不需要直接在平行链上去发布智能合约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他的这个jam chain上去运行智能合约 这也就意味着开发者可能就可以直接跳过就是某一条特定的平行链的特定的技术的学习 而专注于就是jam chain上的开发 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jam chain对于现有的智能合约 主打智能合约的平行链 它构成了一些威胁呢 比如说像目前波卡生态的支持智能合约的平行链 像A star moonbeam还有acala这些 那么我个人的一个期待的话 就是波卡2.0能够给我们带来增强的跨链的消息传递能力 以及跨虚拟机的这种互操作的能力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一条平行链的 App当中去使用其他平台的提供的独特的功能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吧 好的 这个问题我点看不懂 因为我不是开发也不是做技术的 所以这个技术的发展有点搞不懂 但是我个人的体验来讲就是 现在要作为一种非常社区化的 非常有基础层或者说初始的创新的Fair的项目的 大家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东西要方便 要好去部署 所以当初呢其实Dota去在那个relation上发出来 其实是走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路 因为上面没有真的合约 也没有任何可编程的东西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话 像这样社区型的项目 其实真的是很难成长的 那正好一会儿我可能有赶下飞机作业 正好说一下这个事情 Dota后期的话是马上要开启这个 还有配乐 就是还有开启这个像token的转化 所以到token之后呢 也会转化到真正转化到EVM上 在EVM上呢 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去起步起来 其实大家看到很多的其他的生态也是 你只有一个非常低门槛的 甚至说只有一点点的这种部署 技术部署和技术开发的这种量需求的 才会出现很多真正创新的项目 比如现在最近很火的ERC的404 ERC的50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些协议 它其实只需要在它的某一环做一层创新 比如说Launch机制 比如说一个token分发的机制 就是一层创新 它就有其他的一些基础层 可以给它做其他所有的支持 比如各种Device 那再像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非常难了 如果我们想在波卡的一个主链上去做的话 至少我们认为波卡生态的主要的 可能发生在主要的链上吧 后来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也对接了很多像OKX和BeatGuy这样的钱包 对吧 如果你不在主要的一条 能代表这个中态的主要通道上 去做起来活跃度的话 那其实对于其他的一些外部的插件和插入的 这种合作就有点难 我其实自己去聊了很多 跟他们聊得很深 包括刚才会长也在聊 因为有多年的朋友吧 就是大家都想去帮一下我们 但是后来发现 可能这一条主链上能跑的应用 也只有到他好像这个交互在跑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些其他外部的钱包 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外部线流量入口 他们是没有动力去接入的 所以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能把一个生态的凝聚力 凝聚在某一条链上 或者是某一种技术方式上 来去共同打向其他生态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看到了这种平行链 或者这种跨链的技术的优雅性 这个我确实体验到了 但是我们做一个生态的时候 可能不能简简单的只去看技术 更多的还是看应用 因为我本身不是Dota的开发者 我其实是另外一条公链的 算是华语区的生态负责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体验是非常深的 你要去创造一个用户 来去觉得有好的一个生态 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做更多的应用 更多的链 你没有人来用的话 你依然会盘不活 所以我觉得随着升级的方向 也看到了大家像从这个链 链为中心 像以应用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发展的一个势头 所以在下一轮的发展中 我觉得非常希望能看到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能把生态的除了技术的力量 而是这种流量的力量 也聚合起来 然后再分散到我们其他的一些 平行链上 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的出现 好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 做在相对比较开发局外的人的看法吧 好 谢谢大家 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就期待每个嘉宾 跟我说一些具体的应用 但我感觉听了半天 大家讲的还是很概括 就是我可能就说不出来 你到底是支持 那个是游戏啊 什么游戏啊 或者是Define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 你需要的是财富密码 直接爆带炮 对吧 好像就是 大家提起应用的时候 好像是希望得到一些更具体的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每一位嘉宾都会针对性地来问一问 就是因为每个嘉宾所处的赛道 还是有点区别 就是我们强哥可能是具体的 这个一个项目 然后其他三个嘉宾可能是基础设施 那我们每个基础设施 可能支持的应用方向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于每个嘉宾都来聊一聊 就是自己的生态项目更适合什么样的应用 那首先我们先从Steve的开始 然后因为作为存储项目的话 就是大家认为其实还是非常基础的 好像离普通的用户非常远 但是其实存储设施也有很多的 这个可以和普通用户非常贴近的一些应用 所以在这个环节 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存储设施如何去赋能 第一PP的开发 另外就是存储方面应用和发展 目前的情况如何 好呀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大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比较 老牌的一个存储项目的话 其实现在全网的节点的数量 能够提供存储的这个capacity 大概有500PB左右 600PB左右吧 五六百PB 然后全网的storage order 大概有一百万个order 其实在业内同等的这个storage的这个赛道里的项目来比 我们Quest目前应用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即便如此 其实目前在web3这个领域里 真的对于storage有需求的 其实我觉得还并不是非常多 大家知道之前那个小图片啊 那个NFT活的时候呢 可能对小图片对于 取出进化存储有一部分的需求 但个人的话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有一台电脑 你有什么时候会想 把你某个文件放到Google Drive里面去 或者放到一个网盘里面去 你打开电脑还要想一下 这个呢就并不是那么直接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产品啊 叫Quest File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云盘运用 大家可以用Quest File呢 来去中心化的存你这些文件 那么但是呢 我们在使用中呢 就发觉呢 那主要还是web3用户在体验的时候用 那真的有大规模使用的呢 都是一些把那个小视频啊 或者把这些不良视频啊 有小型的视频啊 网上传的这种用户比较多 所以在存储上 好像目前的主要的一个需求 是以隐私或者是命名 这个需求会占多数 而真的一个用户的需求 比如说是你手机里的一些照片啊 目前并没有 并没有直接会用到web3的 这些存储的方案 那即便如此啊 我觉得这个整个web3的 存储的赛道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赛道 就好像就前面有提到啊 像以太坊4840升级以后 blob这个概念 可能会引领一个 一个存储赛道的一个变革 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也布局了一个叫ETHDA的一个产品 那么之后呢 会面向给到大家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离开Polodot了 这个整个的ETHDA是通过Polygon CDK的这个架构 为Polygon生态来赋能 那同时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 Sub-DA的这个方案 来提交给那个 博客大道的国库这边 那么在做DA的同时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 在整个存储赛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像Quest可以保持一定的先进性 在最先进的一个存储方案同时 我们可以兼容原有的一个永久存储的这个Solution 然后同时呢 其实我们其实也在往CK方面做一个改造 那么之后的话 也会做一个 把Quest的原来的TE方案 甚至叫CK的方案 这个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同时对于开发者的话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工具 但个人觉得呢 整个的存储呢 在目前来说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需求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实话实话 一个体会 那可能大家知道 现在有AI啊 和那个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 它可能会涉及到大规模的数据的学习 那数据存储可能又变成了一个 新的一个突破点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布局一些这些领域 和一些AI的 做AI的一些公链在进行合作 然后它一些原始的原数据呢 可以放在Quest的进行存储 然后在读取的时候呢 给供应给这些AI的项目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希望可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还有更加多的 可以在这个结束以后再聊一下 对 这个确实存储的话 Steve讲下来就是 区块链方面的需求正在剧增 但是可能没有增长那么快 是吧 所以也在探索其他方面的应用需求 然后大家听下来 就是大家直接关注Craft Network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关注他们项目的最新进展 台风密码 关注台风密码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Tensi Network 因为DAPP的快速增长 需要降低开发者的门款 然后Pokedot 2.0 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然后Tensi其实也是在这个方向努力 然后在这里的话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Tensi是如何帮助开发者 简化开发流程的 然后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前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APP 刚才其实就是开场的介绍 我大概都简单介绍了一下 Tensi的一个就是说 几个模块 然后其实如果更具体的一个解释的话 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开发者 能够通过Tensi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他可以靠十分钟 去部署一个自己的Moonbeam 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能够使用的 已经有自己的节点的Moonbeam 然后呢一个EVM链 基于Moonbeam的EVM链 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 很快地去输入一个 比如说假设Poker World 或者是Dota 他想要发一条自己的链 他就可以很快就是 通过我们的一个操作面板 发一个以Dota 或者是以Poker World 这个代币 支持这个代币 来做Gasway的一条EVM链 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拥有一整个链 然后他们就可以去通过Remix 等等这些方式 去部署一个把自己的智能合约去部署上去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工具栏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说去部署一个自己的MetaMask 可以去就是部署一个自己的浏览器 然后他们也可以如果想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定制化的话 他们也可以比如说如果他们想要做到就说OK 我希望我的链有一部分的这个交易是不需要交易费的 我这个也可以去做到 Tenzy它整个其实做的事情是这个 然后至于我们目前的这个Adapt的一个生态的话 其实它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一个倾向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的生态如果实际的生态估计会有接近70个项目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的一个各个赛道的一个部署的话 我就是估计大概的一个估计大概可能40%是DeFi 然后另外40%可能就是Gaming 然后NFT Metaverse 然后另外20%就是一些比如说AI啊 Dpin啊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项目 然后其实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跟就是整体的Web3的赛道 它是属于一个镜像的一个分布 然后至于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多 就是跟我们目前在Web3技术导的一些项目是蛮不一样的 就蛮特别的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拉美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的会有一些比较 就是说属于大的传统机构的一些项目在部署我们的链 那像比如说在拉美有一个专门就是做 把这个自己的就是比如说 消费的这个账单就是credit card 就是这个信用卡账单 然后把它去tokenize的变成智能合约的 然后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们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金融产品 然后他们就部署了一条自己的链 然后自己的链呢它就不同的金融产品都是一个独立的智能合约在自己的链上 然后整个它自己的这个链呢 就等于是它整个生态的一个金融 它所有的金融产品的一个生态 然后就会有比较强大的一个互操作性 如果比较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话 就可以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支付宝 然后它上面可能会有这个payment 就是一个支付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余额宝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等等的这些不同不样的一些小的一些app 那等于就是咱们这个它等于是用自己的链做了一个自己的支付宝 然后不同的这个智能合约就代表着各种各样这个应用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app的一个应用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马上就是大概可能这个月底就会 会展开我们的这个测试网的这个接力计划 然后大家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测试网 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生态 不同就各种各样的这个app的应用 然后去看一下它们到底跟就是传统的一些智能合约的应用有什么不同 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确实如果更想更更这个贴切的了解dapp应用的话 最好就是直接去体验一下 并且在测试网去体验 在这个比较好的市场环境下属于福报概率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体验一下Tensi的测试网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针对Vera Network的 因为Vera Network也是一个基础设施可以部署很多的应用 那么Vera最适合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然后当前有不错的dapp吗 因为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上可以看到就是 咱们Vera可能是在游戏和金融应用方面 会在一些底层硕士上做一些支持就可能更适合这方面的应用 那就是这两个方向的应用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在Vera Network上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 我们大概目前大概有大概70多个dapp在我们的主网上跑 然后一半左右就是全联 属于全联游戏的这个领域 然后剩下的25%大概就是DeFi 比如说流动性质押 还有接待协议等等 那么其中我觉得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 属于剩下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 其中一个项目是 关于使用Vera代币你可以去进行电力的交易 这个可能在一些国家的话 电力的交易是 这种电力资源的话它是国有的 但是在一些拉美国家 它你是可以在民间进行交易的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我想一下 可能还是游戏相关的吧 就是一个叫做Tamagotchi的一个游戏 也就是你可以让你的电子宠物进行对战的游戏 然后你的每个电子宠物的话 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独特的NFT 而且它的状态 你是可以对它进行改变的 而且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 不对它进行喂养的话 它可能就会死掉 然后对于DeFi 还有游戏这两个领域的话 比较关键的一些因素 我觉得就是底层的资产的协议的互操作性 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就用以太坊上的ERC20 还有ERC721这两种协议 它们实际上就是 你的游戏以及DeFi 它发展的一个基石吧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底层协议的 互操作性的这种知识的话 我们不可能像就是 听乐高积木一样去 把各种应用组合在一起 然后搭建出更加复杂的这种应用 还有就是一开始强哥提到的 ERC404的这个就是 模糊了同质化代币 还有非同质化代币的边界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在全链游戏当中 比较目前比较可能被 还没有被完全探索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的回答就是这些 好 非常感谢每位嘉宾 针对自己的项目的一些 应用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在最后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 简单的来跟大家描述一下 就是Polkadot的DAPP发展 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可以是技术 可以是治理 也可以是营销 商务 开发资源 资金等等 各个方面的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讲一下 这些想法 先从Steve开始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大家对于 这个Polkadot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Polkadot还是愿意投钱 给开发者去来做很多开发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去国库 自从那个国库规则改了以后 很多人还是可以从国库这边 得到很大笔的开发资金 来让他们进行开发 这个在很多其他工链上 其实是比较难以看到的 包括Polkadot还 在常年的资助 各类的开发者的步道活动 包括Polkadot 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 还是刚刚前面有一个观点 就是Polkadot还是门槛比较高 它给人的感觉 门槛还是比较高 所以进来的开发者 其实还并不是那么多 还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整个生态 还是在刚起步的阶段 包括这次的Cortium 2.0升级 其实对于未来的开发者的进入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效应 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上 随着Cortium 2.0升级 以及各个区块链 以及各个应用方案的一个落地 我是觉得Polkadot会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确实力是 做到一个比较低的价位 这个是我的一个财富密码 可不可以 Steve就是从头到尾 一直特别想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不缺技术的 就是我觉得跟 我觉得所有人 跟很多人聊版都 尤其是开发者聊 对 波卡的技术如果敢说自己 第二就应该没有人敢称第一 就是这个技术一定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里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里可以 我觉得是 是可以稍稍地做一些改变的 因为我觉得 虽说不缺资金 但是我觉得这些资金是否真的有用到 就是真的立于社区发展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需要再继续基于 在去中心化的一个前提下 继续优化的 开发者我觉得肯定是缺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去年12月份 因为Dota 其实也看到就是说 我觉得整个波卡我觉得 缺很多那种具有真的 核心的那种website文化的开发者 去年12月份 咱们也看到Dota 就是基本上在12月份大家都在休息的一个 就是休息月 这个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风波 因为Dota它其实是代表着非常根深蒂固的 这个website文化的 我觉得应该 应该有越来越多的 像Dota一样的这样的市区域跟项目 用户肯定是缺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用户跟开发者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目前的话就是 因为之前可能像今天方面 还是比较欠缺 所以就是开发门槛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应该 主打的还是要去吸引用户跟开发者 然后可能继续地去优化这个 像治理以及技术设施方面 但是我觉得 总的来说 我觉得所有的website 离真正的这个mass adoption 其实我觉得差距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斯拉纳 以太可能开发者 整体的都比较多 但我觉得 其实没有哪个生态 真正的是有那种特别破圈 特别真的有真正意义上的mass adoption的 dab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大家应该都还在一个起跑线上面 这是我的理解 最后去 我帮你拿 没事 其实我基本上同意刚才那个Christine说的 其实波卡生态目前还是缺乏一款能够真正破圈的 然后带来圈外流量的一款应用 对 缺少爆款 那么 当然其实虽然说波卡的技术确实是非常牛逼 但是 我觉得它还是缺少开发者 就是缺少那种愿意持续在这个领域进行 就是build的开发者 并且能够持续的输出具有创新性的这种产品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波卡官方也是在做出一些努力吧 比如说它已经举办了很多届的这个PolkaDot Blockchain Academy 然后最近在新加坡的那一场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进行线上的课程的报名 那么关于用户的话 这个自然就是不必多说了 其实关于PolkaDot 其实最大的用途可能这个生态 大家接触的最多可能还是staking 那么除此之外 可能大家很少去体验这个生态上 就是其他的一些app 即使说开发者把他们构建出来了 用户也很难去 就是有兴趣去体验这些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可能是一些marketing方面的 一些工作可能还需要去进行加大力度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办法 我感觉今天我们讨论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PolkaDot的生态 第一PP发展爆发还有多远 就是还差一款爆款应用 那其实在资金支持技术方面 已经是尽量地去配合开发者了 所以希望更多的webstream native的开发者 来PolkaDot生态 然后创造一个奇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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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